另外镜头来到了花莲的南区复理乡的代表会 5月28号呢上午是开始召开了第二十二届第三次的定期大会的看议 那么由主席叶嘉宏来主持 那么依网利呢邀请乡长到场进行虚证报告 那么江东城在虚证报告的时候 先是针对了各灾害的重建工程进度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那么也确保工程是按照计划顺利的进行 布里乡代会5月28号上午开始召开第二十二届第三次的定期大会开议 由主席叶嘉宏主持 并表示公所与代表会以及农会密切合作 让布里乡越来越好 为了地方的繁荣与发展 我们要与乡内的各机关团体及农会 维持良好的互动 在和谐的气氛下 团结一心来带动布里乡的进步 以网利邀请乡长江东城到场进行施政报告 江东城在施政报告时 首先针对各灾害的重建工程进度 都在持续进行当中 陆续也都监督工程品质 确保工程按计划顺利进行 迅速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资料 迅速地承报 还有跟相关的上级单位 还有有关单位 做一个密切的联系 迅速地恢复各项的公共设施 或者是目前在进行当中 还给乡民安全的生活环境 江东城表示 未来将秉持以民为本 乡镇发展的理念 用心聆听乡民需求 以真诚效率专业态度执行职务 积极达到乡镇发展的目标 不负乡民所托 记者高双双不理箱采访报道